2010年10月,我还在南方系旗下云南信息报工作,原本是普通旅游记者的我,受宠若惊地被安排加入了报社精英记者团队组成的逆境云南采访组。 这次采访,给我的工作生涯,增加了特别绚丽的一笔,不过这绚丽一笔,并不是我这个小跟班写了什么好文章,而是这两个月深入云南怒江腹地的采访生活中的参与经历的故事,其间的所见所闻,足以成为甚要可能一生的谈资。 时隔九年后的五月,我再次来到了怒江大峡谷,坐着飞机在转班车,进入怒江大峡谷。 九年后的怒江,征府卢水市,已是沧桑巨变。 据说,当年我们辗转到达的独龙江湘也是巨变,当年靠徒步才能到达的很多地方,已经通车我居然有点难过起来, 我知道,公路对这里的改变,很大很大。 在周府卢水县六库镇南部沿路江的沿岸,新区初建规模。 进攻不久的通达大桥,正式连接卢水、浮贡、贡山翻线市,直达顶中落美丽公路的起点。 要知道,这条全长286公里,作为滇西、滇西北旅游环线的重要路段,和陆江大峡谷的主干道,连接着中国西部最美风光。 北部街秉中落至柴鱼的柴鱼公路,可到达西藏和新疆。 向东北可连接德贡公路,到达迪庆、丽江和大理。 向南街六曼公路连接宝山和德宏。 一切还是会由公路带来改变。 曾经的山崇水赋,隐藏了怒江碧环,这种彩色宝石耀眼的光芒。 而今,美丽公路像一条项链,串联起怒江沿线的碧环,未来到这里的人们,乘送上一条缤纷的宝石之路。 借着这条即将通车的美丽公路,大峡谷中移动中国币喜博物馆也低调起目,期待着更多人走进怒江,来看到在这旷野峡谷中,无比耀眼的宝石。 高驴贡山,碧罗雪山两大山脉之间,怒江沿岸至独龙江这片三江并流区域,是亚欧板块与印度洋板块地质活动最剧烈的地区。 这里山高谷深,树梵里茂,西多江籍,大自然在这里充盈其丝妙想,锻造出种类丰富,品极优异的顶级天然宝石。 中国目前最丰富,最优质的碧玺原矿石,就蕴含其中。 在不少网络资料中,甚至一些官方宝石学教材中,云南怒江碧玺是一个陌生的词。 偏于山地阻隔,这种世界知名的彩色宝石,被藏在深山中太久而不得人们熟知,至今不少专家还在质疑怒江出产地戏的事实。 实际上,怒江是目前中国唯一在产碧玺产区。 历史上中国两大碧玺产地,一个是几乎绝矿的新疆,一个就是中国最西南边境的怒江,这里沿线散布的产地,出产着色彩丰富,快头十足的宝石及碧玺晶体,丰富程度令人扎舌。 怒江碧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日本人发现后,知名度上涨,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收购碧玺。 尽管现在已不像从前那样,能从泥石流体中找到这种石头,但怒江仍然是获得碧玺最佳的区域。 要知道全中国只有陵南和新疆有碧玺出产,而怒江沿岸是目前还能收获保持原石的地区。 这里碧玺品质、色彩丰富程度,并不适色于世界顶级碧玺。 在怒江、碧玺原石分布没有规律可循。 有趣的是,每个小产地出产的碧玺,都有自己独特的颜色。 甚至不同村寨产出的碧玺色彩,都有各自独具的代表性。 对于怒江碧玺,没有人比蓝惠明更有发言权。 怒江拦弱碧玺品牌创始人,中国碧玺大王蓝惠明,从小生活怒江沿岸, 也是怒江最早走向世界的一波年轻人,正因如此他有着异于常人的眼光和生意经。 蓝惠明有无数用面条换碧玺的传奇故事,见证同时经历着怒江碧玺产业的故事。 为了更多收购到碧玺,他掌握了利宿族、怒族、藏族和部分独龙族语言, 甚至联练了70多位,分布在怒江各地的宝石猎人,为他寻找更好的碧玺原石。 十余年的沉淀,蓝惠明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碧玺收藏家。 如今,他的私人碧玺博物馆,正蓄势待发,借美丽宫里的契机,迎候世界观众。 2018年底,怒江大峡谷雪山路上,中国碧玺博物馆,也低调起目。 全球首间碧玺主题博物馆,全国首家碧玺专业珠宝机构,全国首家碧玺养生系列产品研发机构, 这样的定位绝不是空学来风,从博物馆收藏碧玺市数量、大小、品质、专业程度等多方评估, 这座碧玺主题的私人博物馆,在国内堪称第一。 当你走进这座五层的沿江小楼,你一定会被富含其中的海量宝藏。 震惊就如这座博物馆的宣传语,我们在这里举办永不冷场的怒江天然珠宝派对。 1360平方米,五层临江大别墅。 在这里,我们摆放了三千多件,价值超过两亿人民币的藏品。 每件藏品都能触动你内心的美好。 因为你我都懂,只有产色冻江天然碧玺,采云玉,独龙江和甜玉才有如此自然的韵味。 这座中国碧玺博物馆的一楼,以展规的形式,陈列了数量不菲超大碧玺首饰,以及数量可观的碧玺裸石。 我想把这里做成一座具有可玩性、娱乐性的宝石博物馆。 我抛弃了传统博物馆大篇幅文字介绍的传统,就是简单直白地把碧玺展示给观众,让他们产生好奇,让他们来提问。 所以无论是谁,只要你提及有关碧玺的问题,工作人员都能给你一个解答。 但你看到甚至真实触摸到一些稀有的碧玺藏品。 这才是一座私人博物馆应有的样子。 蓝慧明说,做博物馆之外,蓝慧明还把这座五层小楼,打造成了一座复合型的艺术区,这里已经拥有众多头衔, 云南大学新南边江少数民族研究中心,中年梦印堡玉石文化研究基地, 蓝若珠宝文创中心,大学生孵化创业基地,少数民族就业培训中心,云南民族首饰艺术研究室等诸多头衔。 展示之外,博物馆的二三楼展示的是多年来蓝慧明精心收藏的天然彩云玉, 独龙江碧玉等展品,独特的石材搭配小夺天工的雕刻技艺, 足以让观众不远行,就看遍全世界好手艺。 不但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精心创作,兼具中国山水画和现代美术优点的《怒江彩云玉》雕刻作品, 《雪景孔雀山》,也有德国新锐珠宝艺术家打造的异形崛起系列, 题材大胆创新,充分展现《怒江彩云玉》厚重虚拟的特点。 思虑很久,我决定把博物馆这样重要的展示区, 放在《怒江碧玉原产地》, 就是希望这座博物馆,能对当地真正的促进和带动作用, 这里才是《怒江碧玉》,以及出产在这里的碧玉, 海云玉等珠宝文化,甚至中国碧玉文化的核心所在。 贴士,我采集了关于《怒江》的旅游灵感, 这里适合与所有人共同体验,学年来玩最佳。 除此之外,我还提到了,特色购物,怒江必喜。